在韩国的一座海岛上 清澈发亮的海水钻进礁石的嘎吱窝里 他们不仅把礁石斗得笑出沙沙的声音来 还给寄居在礁石里的生物带去养分 季春奶奶是这座海岛上的海女 平时的工作就是下海协助捕鱼 每当季春奶奶冒着生命危险下海的时候 总会收到孙女慧智的关心 慧智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母亲把她丢给了奶奶 自己改嫁了 但是慧智在奶奶的陪伴下非常乐观 而且在绘画方面很有天赋 祖孙二人就在民风淳朴的海岛上相依为命 有一天季春奶奶带着慧智去集市买东西 没想到敢给慧智买完一条手链之后 她就不见了 奶奶在拥挤的人群当中寻找 却始终不见那小小的身影 只好做了寻人启示 日日夜夜盼望孙女回家 这一盼就盼了12年 海水的咸色渗进了奶奶的皮肤 使她原本就不光滑的皮肤更加粗糙 凛冽的海风也在她脸上留下了一道道浅浅的口子 使她看起来更加苍老 终于 季春奶奶对海豚的祈愿有了回应 警局通知奶奶 孙女找到了 其实 善良的奶奶并不知道 她眼前的这个少女并不是慧智 而是另一个有悲惨命运的女孩 恩珠 当年 慧智被她的母亲悄悄带走 与恩珠的父亲组成了家庭 慧智就和恩珠成了好朋友 和她分享在海岛上的一切 但是 再次外出当中 夫妻争吵 发生了车祸 慧智和她的母亲不幸丧生 恩珠的爸爸为了骗取保险金 就将仅存一丝气息的恩珠 改名为慧智 后来 父亲丢下恩珠一个人 她走投无路 只好跟几个小混混 以一些非法的手段谋生 再次骗取他人钱财失败后 恩珠看到了季春奶奶 在饮料盒子上登的寻人启示 为了躲避风头 她就来到了海岛上 季春奶奶为这次重逢 大摆宴席 露出了许久未见的幸福笑容 她知道 孙女可能不习惯向下的生活 于是 就盘算着卖掉自己的房子 她送孙女上高中 直到孙女有绘画的天赋之后 就偷偷给美术老师 送各种名贵的礼物 希望孙女可以成才 但是 孙女的人 渐渐发现这个绘制不太对劲 不仅经常偷溜出去打电话 而且还躲在角落吸烟 孙女举行祈福仪式的这天 恩珠为了救被困的朋友 偷走了季春奶奶卖房的钱 当她忧愁地蹲在海边吸烟的时候 季春奶奶悄悄出现在她身后 还告诉她 自己将会做她人生的同伴 这让孤独的恩珠心里有了一丝触动 为了报答奶奶对自己的恩情 恩珠用心地学画画 画空突飞猛进 在美术老师的鼓励下 还答应去首尔参加比赛 可是此时 恩珠的父亲突然找到了她 还想让她帮忙偷季春奶奶的钱 恩珠一时心软 就偷了奶奶的钱 在首尔和父亲交接 还去搭救自己的朋友 幸好恩珠的事情被同班的一个男同学发现 她及时报警 救下了身处险境的恩珠 而恩珠的过去也一同被翻了出来 季春奶奶无法接受被骗的事实 终日在家里郁郁寡欢 当她看到恩珠在美术大赛上的获奖作品时 她不禁潸然泪下 她知道 在恩珠的心里 早就认了她这个奶奶 但是她不能那么自私 成为她的累赘 一年之后 惠智的叔叔找到了在超市做收银员的恩珠 说 自从恩珠离开后 季春奶奶就得了老年痴呆 最近走失了 恩珠在许多年前 惠智走丢的街道上 找到了神志不清的奶奶 还和众人一起收拾了海岛上的小屋 希望能给奶奶度过最后的时光 最终 奶奶在恩珠的陪伴下 去了天堂 或许 真正的爱 从来就不是惊天动地的 而是如春雨般 润舞细无声的 每个人 或许都不怕独舞寂寞 而是怕长路漫漫 无人随行 唯有那如大海般包容的爱 才能既如影随行 又给予完全的自由